我們回答這個3968問招行的 這個是Charlie,Charlie,Charlie Chu 他說早安,劉先生 他說3968沒有貨 他說見A股起動 覺得這股份應該也不差 你認為值得吸納? 建議買入價是多少呢? 謝謝 我跟觀眾的看法相當正確 其實浪人股的走勢 近期應該會比較回穩 尤其中型銀行的增長勢頭 概念會更加強 大家要留意 其中一個範疇是中國理財通常開放 其實中型銀行一向是一些理財產品 他們的服務是比較進取 亦比較多元化 可能背後沒有那麼多政策的製造 所以通常市房如果回來的話 例如一些投資產品 繼續比較交投活躍 還有個人消費增長 其實招行這類型的中型銀行 受惠程度比較高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股價也有一個 A股價這樣升法 其實它的聯動效 就是關聯效應比較強 現在你說是否這個水位 70元有個大位 對,有個大位 好似 今天暫時也會下降 開始之前 其實是否可以吸納 但是我覺得在昨天的高位低位 你量度量度 可能中間位留下 可能都可以嘗試去考慮 就是昨天的中間位置 以下 因為昨天的大陽燭照 但成交也不是相對 在過往來說特別強勁 所以可能今天也不排除 有些小小技術的回套 但是從剛才開始之前都說 其實A股價比較強 以及兩地的資金 繼續淨流入 對招行的息差也好 理財產元 即非利息收入來說的增長 可能應該下半年 或者第二季 其實都應該有個不錯的成績 其實內人股 從第一季業績來說 普遍來說 其實第一 正息差是開始擴闊 第二 他們的非利息收入來說 隨著市場的交投 比較活躍 其實都是受惠的 所以我覺得內人股 其實可以在第二季 或者第三季 都可以留意這個行業 而中型股 可能暫時我會相對比較清先 你都喜歡中小型的銀行 小型就未必 是嗎?